大家好,我是成都唐唐 今天唐唐带你去看失败唐人 走 好了,客战化的看完了 那我们去湖上飘一圈吧 走 我们今天呢是在普者黑的一个景区里面住的 这个客栈呢是当地的村长开的 而且它的名字叫做渣渣鸭 是一句遗族话 他们今天住的这个房间呢 它的价格是1488 还真的是蛮高的了 然后先带你们看一下 这么贵的价格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先进门吧 进去就有一个漂亮的灯 有一个装饰品 这边是卫生间 浴室 还是很干净的 哈哈 对,然后 去卧室看看 这个就是卧室了 这个也很好看 就有桌子板凳 电视 这个床非常的好看啊 这个床的装饰 而且上面有个顶灯打下来晚上 很好看 然后这个都是民族风的 非常漂亮 这里是放浴镜和拖鞋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衣架 我看这下面还有个东西 就是保险柜嘛 原来这么贵的房间还配备了保险柜 然后这里呢还有个冰箱 这个干嘛用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干嘛用的 这个灯 然后这里有个门 出去就是外面的湖景了 这里呢是有个小阳台 然后外面有个圆形的床 可以躺在这里 看着外面的风景 所以他们真的还是很推荐大家来这里 看一看 这里的客栈的环境都非常的好 就非常有特色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 这个房间 1488的价格值不值呢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拜拜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